李宗盛 李宗盛 非常有幸在跟大家讨论完设计 我们一起讨论UI UX 这一充满魅力跟挑战的领域 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 UI UX已经成为了 连接用户跟产品的关键桥梁 那我想问一下在座 有多少是UI UX 设计师的 麻烦举个手 两个 三个 谢谢 四个 OK 很感谢大家这么优秀 还来听我的演讲 OK 大家是不是会像我一样 有同学或者你们的爸妈会问 你们在做什么工作 你就说交互设计或者UI UX设计 然后他们还是仍然一副 很迷惑的样子说 到底是做什么了呀 是啊 UI UX行业的确很新 很多朋友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 但在做肯定听说过的 我在广美的时候也没有开设这样的一门本科学科啊 那我们可能在网上也会看到非常有趣的一些花名 像美工啊画图的啊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耳熟能详 中华美工 OK 那我们的客户也会觉得我们做设计好像一件生成要改就改 但网上还有流行更多的动画这种小表情 我们也并不是单纯的画图师傅也不是一个装饰画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师啊 当然设计有很多种啊 UI UX是一种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设计吧 它是一种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 我们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 下面用一张图可以跟大家来稍微解释一下 当然UI UX行业的同学应该非常熟悉了 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前两个part是比较核心的 首先是找到用户的同理心 然后去总结定位关键问题 接着是根据具体的问题去提出设想 然后就是用我们的工具像Fakemark Sketch这些 去画出圆形图点击稿 最后就是做用户测试 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Design Thinking 那对于这个行业并不是很熟悉的同学呢 只需要记住我今天这一句话 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观点是 Design is intentional and purposeful 设计是有意图且有目的的 对再自我介绍一下 对这些是我的一些经历 当然我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 对等一下我也会介绍一个 关于音乐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经历 OK 这一句话也是我设计这个领域之中的第一principle吧 这一句是来自Steven Johnson 他是稍微介绍一下 他是Netflix的设计副总裁 他是一名黑人设计师 他并且也是首位加入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设计高管之一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设计如果没有了商业思维 那他讲只是一个Decoration 也就是装饰 OK 那再允许我用三个彻底 三个颠覆行业的这样的设计 作为一个设计开场 讲述一下设计的力量 首先不得不提大家很熟悉的iPhone 那iPhone的诞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从通讯娱乐工作更加紧密结合在一起 他不单只可以打电话 当然就可以用各种Apps 解决生活 大家想要有问题 OK 还有就是Airbnb 打破了传统酒店行业的壁垒 使得普通人能够将自己空闲的房间租给游客 创造了一种共享经济的新模式 OK Spotify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App啊 彻底改变了人们听音乐的方式 使音乐变得更加的便捷 个性化跟社交化 它还是率先推出基于互联网流媒体这样的服务 让用户可以的随时随地的通过网络听音乐 不需要下载储存音乐 对 所以Spotify是第一个这样的音乐APP 讲到音乐 我今天也会稍后分享一个有关音乐的我的经历 那他们三个呢 其实就是共同思考了什么呢 是商业目标跟用户的需求 将设计与商业有意识跟有目的的结合在一起 创造了更有价值的产品跟服务 也就是我为什么相信我今天的这个观点 来自非洲的Alphabet 刚才讲到Spotify 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也是 我参与的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APP的设计 它是关于非洲的 那我就先讲一下非洲的主要曲风 就是Alphabet 下面的这个 它有两种主要曲风 一种是Alphabet 少一个S 一个是有个S的 它的主要区别就是第一种呢 它是传统 偏传统的这样的非洲的音乐 它比较是接近一些非洲的原始 或者是复杂的乐器来到谱曲的 第二种有S的Alphabet 就是刚才大家听到的 Justin Bieber的Attention 的后面的节奏感 它是偏非洲流行的这样的一些歌曲 大家可以从Attention这首歌 第一次或者是接受非洲音乐 去开始了解它 OK 那 我在回到我的主题啊 我要讲为什么 或者如何证明你的设计是有意图的 跟有目的性的 那可以看一下我 主导这个设计的 它before跟after的这样一个改版设计 是Boneplay的设计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数据吧 Boneplay是主作非洲市场 我们一共有将近7000多万的用户 这改版的播放提高了62% 我们主打是下载DAU 提高了20% 还有这个首页的歌单 从曝光到访问的这个转化率呢 有提高了8倍这样的增长 那我是如何做到的呢 或者是任何一个设计 它是如何去做到这样好的设计 如何去sell你的idea 对 那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有讲到前面的两个part 就是了解用户跟市场 去定位具体问题 那首先了解一下非洲的用户 我们其实主打非洲五国 包括尼日利亚 肯尼亚 加纳 坦桑 还有科勒迪瓦 这focus在非洲的东部 中部吧 然后我们的主要是非洲的男性 18到25岁 年轻的男性 他可能是非洲的大学生 跟音乐爱好者 再来看一下这一块神秘的大陆 大家可能也熟悉 但看似有神秘 那他的人口呢 仅次于亚洲 是第二大洲 但是他的经济呢 却是倒数第一 是一个非常贫瘠这样的一个州 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国家 他是很多国家 所以从下面这个图可以看出来 西方的列强在近代入侵 和殖民非洲的时候呢 他主要殖民的国家 包括英格兰 法国 葡萄牙 也就说明了非洲的文明 他的文化是四分五裂的 是多样性的 但也不要小看非洲 他也是创造了很多的文明 尤其是大家熟悉的 非洲东北部的埃及文明 OK 那回到这张图的话 总结一下就是 非洲他有很多的人口 有四分五裂的文化 加上很多的语系 那重要的一点就是 要了解非洲的地区文化 跟音乐版图 以确保满足用户的需求和偏好 那我们再来继续看一下 他们音乐的这个版图 从一组数据可以了解一下 到第一组就是 听歌的曲风统计 最多是19%是教义宗教这样的一个音乐 17%是hiphop或者说唱 16%是IMB跟流行音乐 还有这一张 左边这一张是听歌的频率 一到两小时每天 是将近45% 听歌三个小时以上的话 是35% 那这一张图说的是 到底是听本土音乐多 还是国际音乐多 除了下面这个南非 其他我们版权国家呢 都是过半是听 喜欢听本土音乐的 但也将近一半也听国际音乐 然后这一张图是讲如何 他们是如何收听音乐的 将近一半的用户是把音乐 储存在手机里听 然后显蓝色这块就是 用video收音机去听 最后是通过流量去听 那这一张图是说一下 他是否愿意为音乐付费啊 可以看到我们第一大国 尼日利亚呢 他是最愿意付费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 其他像肯尼亚坦桑这些国家呢 不太愿意啊 大半部分深绿色这个 显示是不太愿意的 那南非呢 也不是很愿意啊 但是有一些还是会 愿意的话 那我们就是会提出 不同的地区 会讨论他们的支付习惯 跟经济情况 提出这样的合理的定价的策略 对 OK 当然刚才那首歌就是 Jackson Bieber跟这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 阿姆雷这个年轻的歌手 他的Attention这首歌 对 好 了解完音乐版图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其实就是通过了解用户跟市场的数据 还有分析啊这些 了解到用户的同理心 但是我们设计 UI UX肯定是一个反复验证的过程 所以他必须是通过测证啊 反复的去调整 好 那又回到我的设计 大家可以看到我用的这些元素 跟一些交互它的分布啊 分层的一些理由 比如说歌曲的推送 然后本土歌手有哪些 再加上对歌曲的推送啊 艺人经济 那也是为什么我们加入了B端的付费 因为C端用户可能稍微 付费意识相对有点低 那我们就把这个B还给他充实了 对 OK 那最后一partner 想用两位设计领军人物来做一个ending 第一位是John 他是微软的AI部门跟设计部门的VP 他这句话是说设计是关于顾客的 而不仅仅是用户 设计一直以来是关于如何销售产品 第二句话 稍微介绍一下Phil Phil是IBM设计总部的总经理 他也是负责重振IBM设计部门的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设计 往往被视为设计本身的事情 而不是商业的事情 如果没有设计在商业的决策中 占有一席之地 那你的影响力将会被削弱 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相信设计是有意图且有目的的 设计不仅是美的展现 更是实现商业目标的关键 所以再次呼吁大家重视设计跟业务的关系 重视商业的思考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新的灵感 也感谢大家为这个新的领域UI UX行业做出了贡献 感谢大家 谢谢